不要跟我提我爸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 你究竟是真心为了我好 还是只是想让自己的内疚感 少一点 我一脸崇拜地提起 您的爱徒高亮的时候 还有您每一次跟我说 我最优秀的父亲的时候 您都什么感受啊 小哥 爷爷 你一直教我要做个成熟的大人 难道这就是你们大人的所作所为吗 骗子 骗子 你说话 你到底在哪儿